希望之城国际医学中心近日举办了年度传递希望的讲座的交流会 分享这个机构在癌症的治疗以及研究的最新进展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City of Hope国际医学中心所举办的Spread of Hope讲座交流会活动 吸引了超过100位参加者 包括来自巴西、越南、中国和香港等国家的线上线下参与者 以及来自盛盖博谷周边城市的市政官员 City of Hope的系统首席医疗官Dr.VJ Trezzo发表了开幕致词 他强调了希望之城在全球抗癌战争中对创新和合作的坚定承诺 City of Hope最近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全美五大癌症医院之一 这项备受尊崇的殊荣肯定了其卓越的病患治疗结果及创新疗法 此外City of Hope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估的六项癌症手术和病症中 均被评为高水准表现 包括肺癌手术 结肠癌手术 前列腺癌手术 妇科癌症手术 胃肠及消化道手术以及三大血癌 白血病淋巴流和骨髓流的治疗 该机构还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干细胞和骨髓移植计划之一 在移植量级成果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四位重量级专家Dr. Marcel Wendenbrink Dr. Richard Lee Dr. Linda Malkus 以及Dr. Kim Ashing登台演讲 讨论了一系列突破性的主题 这些演讲引发了宝贵的讨论 并强调了合作推动癌症护理和创新研究的重要性 Spread Hope活动再次强调了City of Hope的使命 基于本地和国际社区领导者及医疗专业人士建立联系 作为这一使命的一部分国际医学中心发挥着关键作用 该中心已经为来自超过60个国家的患者提供服务 让他们能够获得最先进的疗法和富有同情心的护理 将科学发现和创新以及改善患者结果的目标紧密结合 致力推动全球癌症护理的进步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